新闻脱口秀 耀语说天下 各位观众 我是心里想的冬奥 脑袋惦记的冰敦敦 嘴上必须大喊 我想死你们了的王 大家过年好 过年好 开宫那集 大家想不想我们呢 加个门字就对了 当然大家伙想冰敦敦 应该更是真的 可能 大伙好 我是过年一直为冬奥加油 现在已经化身冰敦敦 铁粉的心悦 是不是 只可惜我粉他 但是我得不到他 我就有点伤心 同样 大家好 我是这两天的耳朵 都要被摩擦出火化的一番 北京童谣会呢 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除了讨论各种赛事 这两天耳边听到最多的词 就是冰敦敦 一敦难求 不过呢 在北京西城区的 一个小胡同里头 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平房 有人却已经坐拥百敦了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个气死人的人 他叫做张文泉呀 从08年奥运会开始 就与各类奥运纪念品 集下了不解之缘 看这一整个货架的冰敦敦 就大家气不气人 如今呢 张文泉所有的藏品 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00件 那么其中呢 包括大约1000个奥运吉祥物 40余把火炬模型 还有十几个冬奥会冰球比赛用球 这些奥运藏品呢 凝结了张文泉十几年的心血 几乎每一个背后呢 都有一段故事 其实呢要说收藏啊 我也不是一点没有啊 小时候呢我也说藏过什么动画卡牌 偶像专辑明显海报 对不对 谁还没点兴趣爱好呢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咱们就来说说 你收集过的珍贵纪念品 互动方式已经在屏幕下方 我在手机这一转 等你们来 我现在只想收集 一个冰堆堆就够用了 我想问问他住哪儿究竟